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就是说目前汽车消费市场主力已经偏向90后 这一批人与之前完全不同 他们自小在物质充沛的环境中长大 对于产品和相应的功能十分挑剔 如果营销战略像之前那样必然不会打动他们 过度营销他们会觉得质量不行 不宣传他们又会因为不了解就不入手 在设计方面他们更加难伺候 品牌如果不进行转型延续之前的设计 他们不是嫌弃太土就是嫌弃太俗 行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管是设计策略还是营销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向了年轻人 许多老牌车型也推出了更加时尚的新款 比如奥迪升级A6到新A6L就是品牌转型的表现 品牌的转变其实就是消费者年龄变化的反应 当主要消费人群偏向年轻人 品牌要抓住他们就必须要做出调整 根据他们的需求将时尚动感等现代要素作为主要宣传点 新生品牌在这一点上十分有优势 他们在设计宣传时将定位直接转向年轻人 并且把年轻时尚化作为卖点推广品牌 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老品牌的逆生长 奥迪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不错 不仅在设计上做出了年轻化的妥协 在配置上也积极发展数字化 将配置调整为更符合年轻人的互联网家 也难怪奥迪这么多年一直名列豪车销售的前茅 今后如果想在行业中占领份额的话 满足挑剂的90后绝对是必胜的要素 满足处的妥协计